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杨 咱们今天继续逛狗事 这是一个大姐带过来的 几条中红色的泰迪和小白色的过语病 大家看一下 我黑油油的小鼻子大眼睛 真可爱,看见我很激动 下边是一条七八个月的一个科技 鼻线和微博还可以是通的 鼻线是通的 这个小家伙有七八个月 警惕性很高 看见我还叫呢 来,近景给大家看看 看这小狗可不可爱 这小科技 咱们继续往这边看 这边是一个大叔和大娘带过来的 这是一窝麻犬 目前有六条 有五公一母 剩下五公一母 全是公的 就一条母的 喜欢这种颜色的 这个小麻犬 又四十多天了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是一条小公犬 因为这里面公犬多 五条公犬 一条母犬 让大叔给大家找一下 找一条母犬 给大家看一下 做个对比 做来做去的 这个也是公的 看一下这两个 差距大不大 小狗整体看着还可以 价格不是很高 大叔要四百多块钱 我感觉这个价格还可以 来 给你看看 也没有出来过 挺紧张的 感能感觉出来 来母犬找到 这条是母的 慢点 别摔到了 这条是母的 这条唯一里边的一条母的 这窝狗一共下了有八条 卖了两条 现在还有六条 他害怕 咱还是给放里边安全一点 别摔到了 这是一小母犬 小母犬看着还可以 放里边 好咱们继续往这边看 来看这笼里边是啥 这是一窝拉不拉多 哇塞 目测了一下 有十条 有最少十条 一堆挺可爱的小家伙 吐的小舌头 累了 颠簸了 一路累了 在那修行了 里边还有一条黑色的 这整个都是一只母狗吓的 生了这么多 这个母狗可真给力 看一下小家伙 多可爱 里边有一只黑色的 有两只奶黄的 其他的都是奶白的 哇塞 这是一个大爷带过来的 大爷说现在又35天了 挺可爱的 围观人也很多 这狗的话 刚才和大爷沟通了一下 这狗是500多块钱一条 500多块钱一条 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展示一下 来我颠量了一下 这狗在六斤左右 这是一条小公犬 来镜头给大家看 再给大家拿一条母犬 给大家对比一下 好 这个刚好是母的 这个是一条奶黄的 来这边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母狗的头版 好像比公狗要大一点 来做个对比 一个奶白 一个奶黄 喜欢看你们喜欢哪一种 喜欢这种拉不拉多的话 咱们评论区直接给阿阳留言 好 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 给大家看